雅各博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既信仰我们已受光荣的主耶稣基督 就不该按外貌待人 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 同时一个衣服肮脏的穷人也进来 你们就专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且对他说 请坐在这边好位上 而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说坐在我的脚凳下边 这岂不是你们自己立定区别 而按偏邪的心思判断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天主不是选了世俗视为贫穷的人 使他们赋予信德 并继承他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国吗 可是你们竟侮辱穷人 岂不是富贵人仗势欺压你们 亲自拉你们上法庭吗 岂不是他们辱骂你们被称的美名吗 的确 如果你们按照经书所说 你应当爱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的话 满了最高的法律 你们便做得对了 但若你们按外贸待人 那就是犯罪 就被法律指证为犯法者 因为谁若遵守全部法律 但只触犯了一条 就算是全犯了 因为那说了不可行奸淫的 也说了不可杀人 纵然你不行奸淫 你却杀人 你仍成了犯法的人 你们要怎样按照自由的法律 受审判 你们就怎样说话行事吧 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 审判时也没有怜悯 怜悯必得胜审判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 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 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 且缺少日用粮 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 你们平安去吧 穿得暖暖的 吃得饱饱的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 有什么益处呢 信德也是这样 若没有行为 自身便是死的 也许有人说 你有信德 我却有行为 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 我便会借我的行为 叫你看我的信德 你信只有一个天主吗 你信得对 连魔鬼也信 且怕得大颤 虚浮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信德没有行为 是无用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巴郎 把他的儿子伊萨格 陷在祭坛上 不是由于行为 而成为义人的吗 你看 他的信德 是和他的行为合作 并且 这信德由于行为 才得以成全 这就应验了 经上所说的 亚巴郎相信了天主 因而 这事 为他便算是正义 德被称为天主的朋友 你们看 人成义 是由于行为 不仅是由于信德 接待使者 从别的路上 将他们放走的 拉哈布妓女 不也是同样 因行为 而成义的吗 正如身体 没有灵魂 是死的 同样 信德 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很信念 因为 为什么 沉默 一定是同样 便是 私 这些疑者 数十字 所 幸运 感谢观看